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时 愿解如来亦真实 各位据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190页 前面讲到元祺 190页爱跟曲 我们来看第2行190页 爱与曲正是依着烦恼而有的一切活动 那元祺裡面 最后是爱取有 然后就有生到必死又被苦恼 稍微看一下 这个无名行四 什么要讲这个 无名 行 四 是 鸡尾 拥 钥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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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愛曲 那要轉到這裡 那愛基本上 其實就是這個就是 生世的一個主義公民跟貪案 那愛是怎麼來的 佛法裡面它基本上是講 那愛是怎麼來的 愛是由這些 然後才有這個愛 那基本上佛法裡面講 這個粗 明相應 無明相應 這個粗 無明相應粗 如果明相應就不生貪案 如果無明相應就生貪案 粗 無明相應 就是智慧的跟煩惱的 那麼如果基本上在這裡 比如說在這個粗 這個粗我們說過 凡聖都是一樣的 跟前世合而生粗 這個粗 恩 成 色 那麼合而生粗 合而生粗 就生這個粗 那麼粗就有受 受後面 如果講詳細 我們把五印六畜 遠起合起來看的話 它會後面 它簡單只是講受 受沒有愛 那一般來講 觸後面有受 想 想 思 又受生又想生又失生 然後之後就有愛 如果我們講詳細是這樣 那遠起 它基本上 如果去後面說 所有愛愛取有 是這樣 那這個愛 愛跟取 一般是講 講這樣 那如果我們想詳細 又有所謂的 貪愛愛 愛喜喜愛 喜愛 讚嘆 喜愛再加強啦 讚嘆 然後直取 取 滿濁 濁 有時候叫取跟濁 滿濁 直取再加深啊 就滿濁 我們依照經文來說 就是 那簡單的講 之後元起 它是在講生死 生死的一個原因 那由這個愛 那愛是一個 愛是一個關鍵 那愛怎麼來 那當然是由 因為吳明 那吳明 這個 那這個 貪愛怎麼來 一開始是從 跟成死 就是境界 有這個認識 對這個境界的認識 那麼 開始 用煩惱相應啦 那當然 有後來 我們 我們的感官 面對這個境界 會有種種的心理反應 那這些經理反應 那這些經理反應 就是瘦 那其實不是只有瘦 瘦後面有瘦響詩 這五韻裡面 色瘦響行 瘦響行 五韻是瘦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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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新鎖 那麼行新鎖裡面 主要是私心鎖 行新鎖裡面 主要是私心鎖 行新鎖裡面主要是私心鎖 那私心鎖 私心鎖 私心鎖主要是三個 省力決定發動 省力決定動發 他就是意志人 這個我們前面講過 行新鎖主要是私心鎖為主的 那當然不只有私心鎖 還有很多很多 所有的心理反應都在行新鎖 除了瘦跟響之外 這個在五韻裡面是這麼說 那麼私心鎖裡面主要是 省力決定動發 省力決定 省力施決定施動發施 動發就動發生口 就開始造業了 基本上是這樣 那這個是五韻裡面的 色受想行事 那在六處裡面 他就直接講受想施 六受生 六想生 六失生 然後後面就有六愛生 然後愛之後就取 基本上是這樣的一個循環 就是說 主要在告訴你 我們的煩惱從哪裡來 那麼往前看 為什麼起煩惱 因為我六根 面對這個六層 我看到這個人 給我臉色看 我聽到這個人 講我的話一話 我吃到這個東西 這麼難吃 身邊是像這樣 心裡面這個叫做 根 層 四 和而生 醋 對境界有所認識 那 醋 問題是 我們吃到不好吃的 跟佛陀吃到不好吃的 後來轉身的這個反應不一樣 他一樣有瘦 佛陀吃到不好吃的也吃到 他是不好吃的 佛陀提伯達多在罵他 他也吃到 那是佛陀聽到之後 他說他是名相應 我們是無名相應 那就從這裡開始產生分別 那如果仔細想獸 獸 獸 苦獸落獸是知道的 但是佛陀不以為苦 但是他有那個獸 他是知道 但是他不生苦樂獸 或是他雖然有苦樂獸 心不執著 那這個 所以後面的 後面其實講詳細的 就有瘦 後面有 其實這個就是心所 就是你認識這個境界 是 名聲 如果我們從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這個是 這個是成 這是境界 認識的境界 這個是跟 就跟成是 和而生 醋 那醋去 受享失 然後之後有所謂的愛 取 那愛取 如果再把它分開來 就是有喜愛 就貪愛 然後讚嘆 更進一步 然後開始直取 然後懶卓 懶卓這種境界 然後 就傑身厚有 五韻六處 遠取 你何取來看 他就是這樣 現在來講到這個愛跟取 基本上貪愛 所以 這個愛 如果仔細來看 這個是愛的層次 就是愛 愛的 就是 這個一開始只是這樣 然後來是這樣 就越來越深 那如果從 從這個三界來講 就是所謂的 這個心理就是貪愛 就是欲見的欲愛 欲愛有愛無名愛 欲貪色貪無色貪 貪 三界的 基本上就是欲貪色貪無色貪 貪就是貪 那 直取 然後就有有 絕身有 你有色貪 那麼直取這個 你就會生到色界 你有欲界的無欲的貪 你直取 然後你就會生到欲界 那無色界的貪一樣 生到無色界 那一旦有生就有老死 一旦有生就有死 那基本上它是一個循環 那佛頭只是在告訴我們 我們的生死根本 如果從五印來看 就是 我見我愛 直取這個身心 那麼 如果從煩惱 照葉這樣來看 你沒有發現到 你 你為什麼會起煩惱 因為 你直取這個境界 好的不好的 你直取 那麼直取你的起煩惱 所以 佛法在說 你在六根面對六成的時候 就是你在面對境界的時候 心有警覺性 不隨著煩惱轉 那麼這樣 你就能夠離一切苦 因為你能夠離一切煩惱 重點在講這個 有一點點複雜 就是因為我們所學的 基本上 比如說我們講五印六出 然後緣起 那其實這些都是相關的 我們在我底下看 那現在講到愛曲 那麼正是依著煩惱而有一切活動 因此煩惱的活動 就能集成後有的樂種 就愛曲就一定會有 那麼愛一定是因為無名 無名其貪愛 所以我見就為我愛 這在十二字中叫有之 有這個有不是 我們說有有兩種 一種是現實的存在 一種是未來的前戰 好 這個是所謂這裡講 有有商有 欲有色有無色有 那有就是一種存在 二十五有四生久有 這種有都是一種存在 包括中有 也是生到死之間的一種存在 叫中有 生命的自己有四種 這是不太說的 就是生有死有本有跟中有 那這個也是一種存在 是現實的存在 這個就是現實的存在 十二元其中的有 這個是還美 就是未來的存在 未來生命的存在 那一般我們講四生久有 那麼二十五有三有 這種都是現實生命的存在 所以他就是三界的生命之體 欲有色有無色有 那因為有欲界的貪愛 所以就有欲界的生命 有色界的貪愛 就有色界的生命 有無色界的貪愛 就有無色界的生命 所以就從貪愛開始 那麼但這裡所說的 不是現實生命的存在 而是能起後世生命的約定 也就是未來生命的存在 所以這個十二支的有 不是現實的生命存在 不是現有的 而是當然有 當然有 而且你現在已經集成了 你當然一定會有 不可能沒有 除非你不幫他成熟 那你現在就已經集結煩惱成熟了 如果你現在正人滅盤 斷進一切煩惱 那麼過去你雖然有業 你有照欲界的業 有色界的業 有色界的業 你六道的業都有 但是因為你把煩惱斷進了 你一切的業都不會成熟 所以你殘餘夠怎麼樣 殘餘夠不受後擁 不受後擁 這個就是後擁 未來以後會出現 這個叫後擁 那你不受後擁 你不受後擁 你就是以後不再生了 不會再生死生死 不會再經歷生死 有生必有死 其實是這樣的 所以十二支的有 愛取有的有 這個是當然有 就是說後擁 那這裡就是說未來生命的潛在 就是現在還沒存在 但會有 那正三國的都有 正三國的他還會生到色界去 他還有一次生死 那就在五步寒天 怒涅旁 就不受後擁 那正出國的最多有七次 正二國的一次生死 可以講兩次 去天上一次來人間一次 然後就在人間真阿爾阿 那三國就一次 就到天上 而且是到五步寒天 他不會去其他天 就在五步寒天 就在那邊入虐反 好 那麼有了這個 那麼現生死了以後 未來是又會節省 就是現就是現在 現在的生 現在是生 像我們現在是生 一百年後 多少年後又死了 死了 然後因為你在這一生裡面 你沒有把煩惱關進去 所以煩惱會潤生 煩惱會造業 那麼造業就會潤生 就是會讓你的未來的有 後有就不斷的滋養 不斷的滋養 就這樣 又開花又堅果 然後又掉下來 又生種子 就是不斷的循環 未來是又會結生 就這樣 不斷的循環 生了就不能不老不死 所以佛教裡面 沒有長生 沒有永生 只有什麼 無生 只有無生才不死 沒有那種長生不死 永生不死 永生不死 是基督教 天主教講的 長生不死 是道教講的 那麼就是說 一般的宗教 都講長生不死 永生不死 佛教不講這個 因為有生必有死 所謂無生 不生不滅 無生才無死 不生才不死 有生就屁有死 這個是佛陀在普提書下裡面 看到的一種現象 而且決定是這樣 所以生老死的香水而來 便是未來生死相去的簡說 就是生之後 然後又開始 這個 四名色六處 促獸愛許有 就開始這樣 四名色六處 簡單講 就生跟死之間 就不用再重複講一次 然後甚至是五名形 四名色六處促獸愛許有 又這樣 過去的五名葉又帶來 然後又造成這一生的 四名色六處促獸愛許 未來又生 又老死 不斷循環 十二支可以分為三世 有兩重因果 這是我們之前有講的 三世兩重因果 這個是 這個是 拒責論裡面說的 就是部派裡面講的 那如果是為四 他就變成兩重 兩重一世因果 那愛取有就是現在造作未來的因 現在造作未來生死的因 重點在這裡 愛取 然後有 就有未來的生死 然後就有那個未來 重點所以重點在愛取 那愛怎麼會來 愛可能沒有關係 我見就有我愛 那基本上 基本上 也可以以愛為主 也可以以無名為主 那有了無名貪愛的 這個四就叫做有取四 所以他這裡講 導致講 過去因是無名跟賢 生現在果 是明色六處處受 那麼現在因就是愛取有 那生未來果生老死 有就是有未來的生死 同時前生以前有前生 後世以後有後世 三聖因果相繼說明 就是無限生死的歷程圈嗎 但是有沒有可能終結 有 所以一般來講 叫做無始有重 凡夫啦 凡夫是無始 凡夫是無始無終 那麼聖者就無始有終 就是有終結的時候 就是沒有再生死 那凡夫他說生死生死 什麼時候開始不知道 就說無始 什麼時候結束不知道 就是無始無終 就無始無終 就是凡夫是無始無終 就是什麼時候開始不知道 什麼時候結束也不知道 那聖者基本上也是無始 因為他有煩惱 解脫了之後就無始有終了 所以三聖因果相繼說 無限生死無始無終 就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 好那現在來講 現在講到 那麼既然 既然生死煩惱是這麼來的 那我們要怎麼辦 剛才講到 其實重點在無明跟愛 重點在這兩個 無明跟愛 沒有解決無明 就是要魂師修有智慧 那智慧重點在生死的真結是什麼 我見 生死的真結是我見 解脫的關鍵是我 所以你看這個其實是 因為我們知道無明跟愛 無明跟愛是關鍵 那無明什麼叫做無明 不知道無印無我 無明就是無知 無知什麼 不知什麼 無印無我 不知無印無我 不知無我 這個就是無明 因為有我見就有我愛 那麼有我愛就有我所愛 就會依這個根層式 它就會無明相應處 無明相應處 開始就會辭取 無明相應處 開始辭取 一切的境界 一切境界生無明相應處 基本上是這樣 那所以 從 如果你從無明下手 那麼你就要關 你就是獨一進處 專心是我的關什麼 關無印無我 那麼如果你要從 我愛我所愛下手 那麼就是 你這個六根 你要守護六根 對於六根所接觸到的境界 你要警覺 一聲貪汗 那這個叫我所愛 這是我所欲見 我看見的 我聽見的 我聞到的 我嘗到的 我接觸到的 這一些 因為你的煩惱從哪裡來 煩惱是什麼 煩惱是什麼 煩惱就是心手 不好的心手 不好的心態 那這些不好的心 所從哪裡來 從面對境界來 當然你沒有面對境界 你自己在想過去想未來 你也會起煩惱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異對法 過去的法 發誠 對這些也是起煩惱 那麼這個其實都是境界 由這裡 所以你如果 你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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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從 直接從武力下手 就是關 從武我下手 你就關色座小形式 那麼 如果你要從我愛下手 那麼你要關六處 跟城市 就我們的 我們的六根 面對六成 生起怎麼樣的 跟 這 經由這個心的了別 那生起怎麼樣的心態 怎麼樣的直取 愛恩取 那麼 你從這裡 從這裡去警覺 從這裡去防範 就是守護六根 就是 所以 這樣 你就能夠把這個 攤愛 減到最低 那 你從 關這個武運 那麼 射受想形式 那麼 射不斷的變化 受想形式 新手也是不斷的變化 那 無常 苦 你從這裡 不去直取這個武運身心 當你不直取這個我的時候 你就比較不會 你就不會從 不要 因為我而生起什麼 而生起我愛 比較不會 那 要不然就是從六處 你去關這個六處 沿著鼻子而生意 設身相位處保 那麼 這一切 都 都是 都是因而而而的 那麼 那 你警覺上 你這個根 在無誠 柯和的時候 處的時候 儘量 在這個受之後 不要有什麼 愛 去了 不要執著 不要 喜愛 讚嘆 直取單著 不要這樣 那麼 他漸漸就 就是不會在 這個地方起翻 啦 這個就能解決問題 那這個要訓練 這個你要常常訓練 那一般人你在什麼地方容易起單 那就是說你對什麼人 什麼事 什麼東西 你容易起單 你說在那裡關他的無常 關他的無我 關他的不可愛 那所謂關他的過患 那就是未患你 我法裡面叫未患你 未就是貪愛啦 未就是這個啊 貪愛啦 那你要關什麼 關他過患 這一些 我因為執著這一些 帶給我什麼樣的痛苦 我因為執著這個 帶給我什麼樣的不自在 那關這個過患 苦嘛 那麼你才會什麼 理 出禮 你才會出禮啊 因為你要離苦啊 你才會發出禮心 然後離這個苦 那離苦就要離慾啊 就是你這個籃琢 你這個喜愛籃琢 你要遠離 你才有辦法離苦啊 因為你的苦就是從那個執著來的 你執著什麼就在什麼上受苦 你執著淺就在淺裡面受苦 你執著名聲就在名聲裡面受苦 不管你執著什麼 自己執著你家的小貓小狗 然後你也會在你家的小貓小狗裡面受苦 你說不會啊 小貓小狗很可愛啊 沒有錯 他生病了 他死了 他被人家傷害了 他走丟了 你苦不苦 你苦啊 你一定會在他身上受苦的 一定會的 那我們倒不論是現在我 然後站在我手 所以不管你執著什麼 你都會因他受苦 你執著你叫那一棵樹也一樣 那個樹 那一棵樹 你說一百萬買 結果不小心被工人砍死啊 你苦不苦 他哭啊 那你不管執著什麼 你越執著你越苦 如果那一棵只是一百塊 你也不會苦啊 只是有一點點 只要把它砍死了就算了 如果那一棵一百塊 一百塊那不以為苦 如果一百萬那就不是啦 所以這種東西就是執著的深度也不同 那我們好好想 那我們最苦的 通常都是我們執著最深的 意念最深的 那不管是好跟不好 所以不管是愛之入骨跟恨之入骨 他都入骨 他都很深 那麼這一些都會讓你生起 他變化的時候 他一旦變化的時候 那麼他給你的苦受就最強 最強 所以為什麼說有一些人要死的時候 如生歸脱渴 不能動他 因為他非常的執著 愛自己 如果他平常非常的執著 那麼一旦他要脫離這個身體的時候 他非常執著他的身體 一旦要脫離身體的時候 他就會很痛苦 如果你平常就沒有那麼執著 你就可以知道 你就知道這個五韻生是五場的苦 你平常就不那麼執著 那麼你在要心事於這個身體的時候 你是不會那麼痛苦 你是不會 所以一般來講 你說真的忍實了 八個小時不能動嗎 不是 不是 這個不能動是 就對那個非常執著的人來講 那麼他非常的執著 他平日離開的時候 他一動 他對那種感受非常的執著 對他的身體非常的執著 那如果這個人已經有很多佛法的證件 那麼他也有心願 所以他的心也正面 念火 念法 念症 其實他不會持久 這個身體對他來講 就好像一件衣服 破掉了 丟掉了 他不會持久 他沒有什麼可以痛苦的 你不要說動他 你就是把他背著到處走 他也不會痛苦 那麼有一些有善業的人 他一離開這個身體 他直接就到身上去了 他怎麼會因為那個身體 受到折磨的痛苦呢 不會 在《佛經》裡面有一個例子 就是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是賈詹園 賈詹園去杜畫一個平旅 他有一天走路脫波 那麼脫波的時候 在路上遇見一個老婦人在哭 老婦人在哭 然後他就問他說 那這個老婦人其實是悲哩 就是有錢人家的悲哩 但是他年紀已經大了 應該還六七十歲 然後看他一直在那邊哭 坐在那邊哭 旁邊有一個 有一個 印度人以前都要去拿水的 水缸 然後去河裡面拿水 然後拿回去 水缸破掉 不是破掉 就倒掉了 然後看他那邊哭 他就說 他就說 一般我們講的 菩薩拉菩薩拉 你為什麼這麼傷心啊 他就跟他講說 他看著他一眼 Jesus is cool 所以你跟我講一下 你為什麼這麼傷心 說不定我可以幫你 他說你幫不到我 我 因為他是人家的悲哩 在那個婦人家裡面 坐悲哩坐了幾十年 那以前年輕的時候 沒有問題 他也是常常都要 譬如說做一些雜物家物 也是老的做不動 那今天主人 叫他去拿水 那水離他家 比如說有一個小時來講 他要去一個小時的地方拿水 然後再走回來又一個小時 那以前年輕的時候 沒有問題 現在年紀大了 走不了那麼快 可是如果太晚回去 太晚回去 主人就覺得他偷懶 他走一下就在他那邊休息很久 等著他水回去 他就覺得他偷懶 就一句會打他 你如果說差個20分鐘還沒關係 你差一個小時 他會覺得你偷懶 回去他就被他罵被他打 那這一次 這一次他已經被打過好幾次了 所以心有泥氣 那現在他主人要去拿水 他去哪 走一個小時去對不對 走回來走到半路 你一個半小時 再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就回到家了 假設了 一個半小時走到半路 不小心踢到石頭 你年紀大了嗎 走路腳痠怎麼樣 踢到一秒就掉下去了 跌倒 跌倒了 那個整個水就倒了 那你說 這個水整個倒下去 沒有水 你說再回去 用走半個小時回去 再拿又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過一個小時就回去 上次也是這樣 被主人罵完就被主人打到半死 然後他就跟這個教授跟說 說我現在年紀大了 哀不住打 年輕的時候沒關係 打一打痛不痛幾天就好了 還是要做事 他就說我現在年紀哀不住打 這次回去 這一下子打 骨頭都要散掉 我兒子人家好幾天起不了 起不了又被打 所以我一想到 我這麼可憐 我沒有兒子 我一直一輩子都在 都在人家幫憂 他老了 說到這樣 然後 那現在是要回去也不是 回去 回去 肯定被打死 以前打還不會死 現在這麼老了 已經沒辦法了 還不住了 又被打死 如果我不回去 那我也是在外面餓死 為什麼 你這麼老了 人家誰要收你 尤其是奴隸 人家誰不敢收你 那個時候印度人的奴隸 是人家的財產買的 可以買賣的 你也不能收 他要去哪裡 誰也不要 所以我 我如果回去 就是被打死 我不回去 那就在外面餓死 那想一想 想一想 我這次怎麼這麼悲慘 他也不知道再怎麼辦 那想到自己就一直哭 一直哭 那家詹姨就問了嗎 他就說 好 好 你說你要幫我 那你說你要怎麼幫我 你怎麼幫我 你幫我去跟主委說起來 那不可能 對不對 你打他 那你去幫我拿水嗎 我也是來不及啊 那你要收容我嗎 那也不可能收容他 那怎麼辦 這家詹姨也聽一聽喔 就跟他講 我有辦法 讓你離苦 他卻講 你怎麼樣幫我 他說 你現在去佛的話 你先不要哭 你相信我 我可以幫你離苦 那時候 那我要怎麼做 他一聽 那有機會啦 也可以離苦啦 你可以不用再這樣受苦 你可以不用這樣受苦 他說 那那你要怎麼辦 他說 你說你現在聽很多話就好了 你現在不要哭 他慢慢走 再走回去拿水 再走回去 我在這裡等你 你再走回去 去拿水 去拿水 那你拿水來的時候 你先倒一杯供養我 你拿 他是阿羅漢啦 你都知道了 但是他沒有跟他講 他說我也很可怕 你先拿一杯供養我 你先修這個福報 那之後來了 我再跟你講 他一聽什麼 那這個人看起來 好像 看起來好像 好像有 有一點點能力的樣子 他講話又這麼有自信 說不定他真的能幫到我 好 他說好 他一聽的希望 就走路走路走去 而且 他知道 第一杯水要先供養 要先倒一點給他供養 讓他撥 他脫過是避到他的 那你說你先供養我 所以他為了要供養這個阿羅漢 他不知道他是阿羅漢 但是他告訴他 他為了要供養 他能幫他 他是他的所謂貴人 所以他特別 去用水的時候 特別用那個心很淺 因為那個比較清淨的 乾淨的水 那如果要給主人 他一般都是弄回來就走了 那時候他就特別挑那個 清淨的水用乾淨的 然後很淺誠的 就走走走走走 走到那邊 到那邊很恭敬的 倒一杯水給他喝 那這一杯水喝完了之後 他先修布施 而且是布施的阿羅漢 先布施完的時候 而且他是很虔誠恭敬的 很歡喜的故事 那這個就 這個因就很真了 好 然後他再跟他講 我告訴你 我現在要幫你 我現在要幫你受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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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受戒 受完戒之後 你跟他說報關在戒 受完戒之後 你就把水扛走 活一下 但是你要記得 你這一路走回去的時候 你就念著 我跟你受的八萬戒戒 你都不要想 你不要想說 我回去被主人罵 被主人打 你這個心就亂了 你這一路上 你這一路上就變 我跟你受哪八條戒 你要受 我受了戒 我心裡受了戒 你就念這個就好 這個很有道理 你想一想 他就回去這樣 走走走走到回去 那你還要記得 第一個 你這一路走回去的時候 你念我跟你受的戒 第二個 第二個 你這個回去 主人看到你 一定會罵你 一定會打你 一定會 但是你記得 不管主人怎麼罵你 怎麼打你 你都一起念著這個戒就好了 你不要怕 你一起念這個戒 好 那這樣 他說這樣就好了嗎 你這樣做 這樣你的苦 你就可以離苦了 他因為他覺得這個人看起來是很有修行的 所以他很相信他 你相信他他就知道 這一路走上去如果半個小時 他半個小時就在唸戒唸詩 你要知道 你今天有這個錢只能夠養 你要唸這個戒 那這個走回去之後主人看到他 他已經他緊記在心了 這個主人就在罵我 不管怎麼罵你怎麼打你 你就唸你手術你進去 所以這個主人罵他 為什麼這麼回來 你又拖來了 怎樣怎樣怎樣 罵他 主人罵他 一開始他已經是會哭 會胖 但現在也不哭也不胖 主人看了更生氣 看了更生氣就打他 那打他 他也不喊痛 也不哭 主人更生氣了 他很大力的打就把他打死 打死了之後 打死了之後 主人更生氣 這個人 這時候以前 他身邊一點求饒都沒有 所以神生氣就把他那個施主 還是打一打之後又拖拖拖 甚至不給他那個一般草石 或者木板台子有沒有 就拖拖拖到身體裡面丟掉 拖了 你看他死的多虛彩 而且什麼八小時不能動 哪有八小時八秒鐘都沒有 打死了就一直直接拖 就還打 還踹他 然後就叫人家 叫人家把他拖到那個身體裡面丟掉 所以我們就要放屍體了 結果這個老太婆 老菩薩死了之後 馬上升到天上 升到高麗天 那升到高麗天的天人 升到高麗天的天人 他都會有三種面對 一個就是 這裡是什麼地方 這裡是高麗天 高麗天要有三十三天 這高麗天 那我為什麼是要就天上來 我因為我之前 我是被打死的 因為他主人打死的 可是我要 我什麼時候要天上來 我在死之前供了一個阿羅漢 受了八關在這 身在高麗天 然後他就要去 他說 第一個他當然要感恩 他找不到這個阿羅漢 第二個他要去感恩他過去這個身 他過去這個身體讓他遇到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家三人 然後以這個身來受八關在這 來成就我這個天色身 所以他就天人 而且他做的天人不是一般的天人 他是做那種比較大的那種天的公主那種 所以他就率領很多的這種天人過來 那個時候到他死的地方 因為他被拖到那個身體裡面 他就去禮拜他這個屍體 那那個時候整個天都放 整個那個身體都放光 那 類似像這樣 那你看他這個業 他沒有中醫生 因為他的福報很大 他受八關在這 而且他還供兩這個阿羅漢 很用虔誠的供兩阿羅漢 雖然被打死之後 又被踹又被怎麼樣 然後屍體又偷偷偷偷 都到身體裡面丟掉 這個都不知道 不知道經過多久 哪有什麼不能動 但是如果你執著的話 你執著很深的話 那動你真的會痛 不要講什麼 不要說我們身體 就我們的錢就好了 如果有人拿你的錢 你很愛錢的話 有人拿你的錢 你有心有會痛 你說你的鉛筆 你有一直很偏要的鉛筆 你特別愛 那被人家拿走了 你也會痛 你執著什麼 你執著什麼 你要失去的時候 你就會痛 當然身體都是我們執著的 所以但是不管你執著什麼 包括你執著你的家人 你執著你家的小貓小狗 他走的時候 你也會很痛 很痛 那是一種心痛的感覺 一樣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不執著 你平常就養成不執著的習慣 什麼東西離開了 你都不會痛 包括你自己 要離開你的身份 你也不會痛 那如果菩薩的願令 要捨身是否 割肉未陰 那麼氣死這樣 他也不會痛 當然我們沒有到那麼大的地步 但是基本上會不會痛 那麼要不要念八個小時 一般來講是八個小時就會離開 現在還有些人會保險十二個小時 變滿十二個小時 其實如果他有學佛的話 他知道這些道理 而且他有照善略的話 他有照善略 如果照二月就不知道了 如果他有照善略的話 基本上往生的時候不太會有痛 不太會有 他們直接都到天上去 西方人都沒有三規五線 沒有啊 他們的冰死經驗來看 當然也有痛苦 但是有些人也有痛苦 也沒有人 所以會不會有痛苦 第一個跟你的業有關 跟你的執著有關 其實是這樣子的 但是不要認為說 每一個人都一定要八個小時不能動 只有佛教徒都不能動 其他回教徒一天裡面就要埋葬了 回教徒一天裡面就要埋葬了 那你可以放八個小時都不能動 沒有 那何況也不可能 你都不能動 那是醫院配合你 醫院不配合你 哪有可能不能動 那這個是講到 講到這個 講到這個往生 好 好 因果相訊 好 我們來看 他說滅因滅於禍 禍滅則苦滅 解脫於痴愛 憲政極滅樂 那講到滅盤 這裡講到滅盤滅 因為有益有言世間起 這個是十二言起 有益有言世間滅 這個是環滅 有益有言世間滅 這個是流轉的 流轉是 吾明言喜言死 四眼淩色 淩色言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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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滅至於老死滅 那這個就是環滅 那現在講到滅了 他說 現在來說滅地 滅有兩個意義 一是滅除 二是疾滅 那滅除了苦痛的根源 才能解脫生死的苦 實現滅盤的體驗 所以一般來講三法院 出行無常 諸法無我 滅盤體驗 重點是諸法無我 無我 無我是滅盤 你要證得無我 你才能證滅盤 你如果沒有證得無我 你就不能證滅盤 那要怎麼證滅盤 從諸行無常裡面做官 當然有很多法可以證得無我 但是一般來講 就從無常觀無我 從無我得諺盤 好 那所以這個我 我們說生死的癥結 生死的癥結 就是生死的這個根源 生死的癥結 一般來講這個癥 生死的癥結 生死的癥結 就是我奸 我爱 这是这里讲的痴爱 这是我们讲的无垠贪爱 这里讲的灭阴灭痴爱 解脱于痴爱 痴跟爱 这无垠跟贪爱 是这里讲的痴爱 生死的贞结 那解脱的关键 所以生死的贞结 解脱就是解脱生死啊 所以解脱的关键 就是什么 无我 生死就是有我 解脱就是无我 解脱 灭盘 这里讲灭盘 两个灭除 从这个 一个是灭除 灭除是灭除烦恼来讲 一个是疾灭 疾灭 这里会解释 我们来看 他说灭除了苦痛的根源 才能解脱生死苦 实现灭盘的疾灭 那灭盘的疾灭是什么意思 后面有一讲 其实就是他有离戏之热 这个是离苦 灭除苦 疾灭 就有得什么 这是生死苦 这是离戏热 这是解脱热 因为生死是戏热 因为生死是戏热 离戏热 就解脱热 我们要离苦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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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 他说苦痛的根源 苦痛的根源是什么 就是我见我爱 你要把灭除了 才能解脱生死的苦 生死苦是一切苦 都是在生死之中拒绝的 一切的苦 都是因为有生死才有 不管是什么苦 那么我们一般来总说 是八苦 五蕴赐生 然后 愿正会爱给你求不得 另外有时候 老病死 生老病死 愿正会爱给你求不得 然后 五蕴赐生 那一般来把 把这个叫做八苦 八苦都是从生到死 里面拥有的 那么 如果要详细说 就种种的苦 非常多的苦 当病 我们就几百几千种病 一个人一生可以生个几百种病 没问题 头痛 牙齿痛 那牙齿痛 我就经过 大概三四十次大概有了 他不一定拔掉 但是他就是痛 然后治疗怎么样 都非常多 然后眼睛痛 耳朵痛 头痛 脚痛 一个人一生 刚刚病痛 都不知道经历多少 那老 老是从几岁之后开始 就慢慢慢慢一直 一直不断的长寿 那病就不一定 那病是从小到大都会有 偶尔有间断 所以常常 有个人一病就很久 慢性病 然后偶尔又有急性病 偶尔又有受伤的 意外伤害的一大堆 那死 死是一生只有一次 那当然有些人死了 又磨过来 又死过一生死幾岁的人 我知道也有些人 差一点死掉 后来又被救活 那个也有死苦 但是没有真正死去 那愿正会爱别人求不得 那就更多了 那太多了 那总结在一生当中 我们会经历非常多的苦 非常多的苦 一世又一世 每一世都不太一样 那三二道的苦 更频繁 更聚厌 三二道的苦 更频繁 更聚厌 那二 那病疫是没有停过的 无间病疫 那是刹那刹那在受苦 那天忍就比较常 比较常才受一次苦 那又不一样 但是不管怎么样 只要在生死当中 就有非常多的苦 所以你一定要解脱了生死的苦 你才有办法 实现灭盘的极灭 那灭盘 灭盘就是苦 苦的消除 灭盘其实是苦的极灭就是灭盘 灭盘是苦的消除 苦的熄灭就叫灭盘 所以 那么热是从苦来讲的 就是照理来讲 灭盘就是苦 一般印度的话 苦的熄灭 苦的熄灭就是叫灭盘 那佛法是 佛法是一切苦的究竟熄灭 究竟熄灭 不再有 因为苦有很多种 那印度人士 只要苦熄灭就要灭盘 所以肚子饿 肌饿苦 吃饱了摸摸肚子就不苦 就灭盘灭盘 所以一天如果三餐 就三次灭盘 身体很累 躺下来休息 就不苦 又灭盘 所以一天可以灭盘好几次 为什么 苦不动再熄灭 苦又生死又熄灭 你口渴也是苦 那等一下讲究讲 口渴啊苦啊 要喝个水 佛法就灭盘 所以常常在灭盘 那印度化原来是这样的 那佛法就是把这个灭盘的 灭盘的这个定义 把这个灭盘的定义 扩大加深 不是一个苦 你牙齿痛 等一下看了牙齿不痛 就默默牙齿灭盘 那眼睛又痛了 而且今天肚子饿 吃饱了 明天还会饿 所以要一切苦 不是只有一苦 不是只有眼睛痛 不是只有鼻子痛 不是愿俊慧 不是艾培里 而是一切的苦 一切的苦 不是一天两天 不是一天两天 不是一个月 不是一年两年 不是一生一次 而是永远都不会再受苦 不是说一年之后 或三年之后 或五年之后 不会 永远都不会再有救进 那么熄灭 佛法要虐白是这样子 那就有一种什么 我永远不会再受苦的那一种 自在 那一种跨越 那一种清凉 那一种 就是你总算 比如说你有些人住院 住了半年 总算住院了 那一种轻松的感觉 总算不用再吃药 总算不用再住在医院 那一种迷信 就是你好像被一个 什么东西绑住了 被病绑住了 现在总算不用再住院 那一种舒适 那其实就是灭白 这个叫做灵性热 我们来看 所以他讲 从灭除 现在导师 从这两个来讲 一个就是灭除 灭除就是灭除 苦 苦因 苦跟苦因 众生在生死轮回中 从苦生苦 苦隔不了 就是因为苦 还会在生苦 那是什么 比如说 你这个贫穷 贫穷是很苦 可是因为没有得吃 所以又是怎么样 又去偷人家的东西 饥寒起盗心 又去偷人家的东西 偷了又照 偷到越 未来又贫穷 就这样 或越苦 或越苦 那么 所以 苦的不了 就一直苦一直苦 那么 这是要灭除的对象 所以 佛法 其实就是灭苦之道 重点是有苦 如果没有苦 其实不用学佛 真的 没有苦 你学佛做什么 佛法是要灭苦的 大家都很快乐 而且 这种快乐 会一直延续 你看 你就不用学佛 你解脱做什么 不用解脱也很快乐 解脱做什么 那要解脱就是说 你的快乐 不永远 非想都非想八万大姐 八万大姐很残 不要说八万大姐 八百万年就好了 八百万年都不受苦 那个很残 可是八百万年之后 八万年还是要受苦 就好像说 你 你这种苦 八年才一次 那个要吗 你也要想到办法 八年虽然很残 但是八年要受苦一次 我也不要 想办法 连八年都不用 以后都不用受苦 一样的道理 所以 佛法最主要的就是要灭 灭苦 那么 而且是灭一切苦 而且是就近 就近的灭切 四个都是灭盘 解除众生的生死苦多 佛法并不着重到外界去改善 因为外物的改善 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那其实它有两个 一个就是先根本 根本是从自己的内心 内在去改善 就是因为大部分的苦 从你的执着 那另外一个 当然也改善外界 但是不是 不是着重到外界去改善 那因为有一些苦是你不能理的 就像你会老会病 那么这些苦你不能理 那么这一部分你就要 让你的内心不止取这一些 那所谓的生苦辛苦 你要做到这样 那像院政外外别理 有一些是你不能控制的 老病死是你不能决定的 你不能控制的 它一定会来 那么这些你要怎么办 你要从你的内在去改造它 那像比如说你贫穷 贫穷卑贱 贫穷卑贱是一种苦 那么世间的人 要让自己不贫穷不卑贱 那就是什么 第一个他努力赚钱 做事业赚大钱 他就不贫穷了 那卑贱就是被人家看不起 没有地位 那你就是做大官 那我就要说你有权有事 我就要不敢看不起你 老师你有成就 基本上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从佛法来讲 也不是根本的解决原因 但是也不是说教理不要做 但是就是说你不以这个为主 而是放在什么 放在你对武裕的执取 你不要贪民 不要贪力 就是你第一个 你以贫穷卑贱为苦 但是佛法告诉你要少欲知足 就是说你虽然没有得吃 你感到苦 但是他不是叫你 那你就不要吃 不是忍受饥饿 不是 就是吃得够就好 可以维持生命就好 那人家看不起你 那你不要说我要做大官 那你不敢看不起我 不是 而是要先让你自己能看得起你自己 别人看得起你看不起你 那是别人的问题 你自己因为别人看不起你 你就在意 然后你也看不起你自己 那这个才是问题 所以佛法是第一个 你自己 你自己要怎么样能够看得起你自己 那当然你自己要有所作为 那你有所作为 并不是说我跟别人比较利 不是 你的道德要取胜 那么你真的 你真的要让别人看得起 那也不是说你做大官 让别人看不起 不是 而是你持戒 持戒从根本上做起 持戒就是你尊贵的因 布施就是你富贵的因 你还要从布施持戒做起 你真正的 这个才是富跟贵的因 那么最重要的富贵 这个并不是世间的富贵 而是你有道 你正的阿罗汉 这个才是 你可以 你应受人天共养 那么受到天脸尊敬 是一切世尊 一切世间最尊贵的 像佛法一样 世尊 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尊贵 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富有 当你什么都不取的时候 你就什么都有 你拥有一切 你也向世宵奴隶佛搭个国王公信他 那么那么多人共参他 但是他是一无所有 倒是他最富有 那么他也最尊贵 那么从这个地方来看 这个才是什么 这个才是佛法要叫你得到真正的富有 跟真正的尊贵 因为你这种富有是不会失去的 世间的富有五家共有 有可能随时就没有了 大摩大随 厄王不孝子 那么这一些种种的圆灵 你的富有就好像偶尔来一次 难得而易失 可是你得到的这个法身功能 界定位解脱解脱之间 所以这一些都不会失去 就算你在虐把他也不会失去 所以这些才是真正的富有 才是真正的尊贵 受一切人天的公平 人天的尊敬 世交摩尼佛已经虐把两千五百年了 我们每天都还要鼎鼎他 还要恭敬他 即使只是他的相 我们都非常恭敬 这种尊贵才是真正的尊贵 所以佛法不是着重外界改善 因为外物的改善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我们先下课休息室